好 接着我们来看天气 从昨天傍晚开始 天津全市范围出现了雷雨天气 今天早上天津市气象台 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并再次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 雨量较大 部分道路严重积水 据气象部门统计 从昨天20时至今天早上60 天津市区平均降水量为29.6毫米 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武清的黄庄街 降雨量为96.7毫米 天津市气象台于今天早上 5时37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7时05分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 据气象部门统计 今晨5到8时降水的同时 伴随8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 等强对流天气 受降雨影响部分道路积水严重 交警在指挥交通的同时 帮助推行涉水车辆至安全区域 此外受大风降雨影响 为保证旅客列车运行安全 铁路部门于今天5时54分左右 对京津城际武清至天津间 采取临时限速措施 导致部分列车晚点 截至今天早上10点 天津部分道路由于雨势较强 路面积水较深 有26处点位及路段 采取交通管制措施 感谢观看